侯爷 你叫我过来是何事 这是 别问 先叫几个口风锦的下人 照顾他 那只能先把他养在半月畔了 细块院人多嘴杂 怕是不方便 好 先别让家里人知道 侯爷 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该如何称呼他 凤卿 那我让东卿虎珀前来照顾 他们嘴言不会乱说 好 下个月 他要好好随着 知道 你看 您都没什么 啊 好 你要不要 三十个人 一顿 大人 下个手 老公 老公 你快舔mie 什么 您就在哪里 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晓 是 是 大哥 请坐 你怎么来了 听说侯爷有个私生子 您听谁说的 都说了些什么 京师的勋贵师祖 恐怕都已经传遍了 侯爷已经把孩子带回来了 这件事你可知道 十一妹 如果太夫人和侯爷 都愿意让这个孩子认祖归宗 你会怎么办 我自然是听太夫人和侯爷的 我的十一妹 真的很懂事 只是有一件事 你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 大哥的意思是 侯爷想把孩子领回来 那是人之常情 但这个孩子 若是养在你的名下 便会占了嫡的名分 可你还年轻啊 以后会有自己的孩子 不能让他占了你孩子的名分 多谢大哥为我如此费心 多谢大哥为我如此费心 只是此等大事 还是要侯爷做主的 虽说受养外侍子 都是要正式同意的 但侯爷 既然已有此义 如若你博了 以后你们夫妻间难免会生分 依我看 不如让这个孩子 认在秦姨娘的名下 我以前听原娘说过 她是个安生的 多谢大哥如此为我费心 我都记下了 好了 该嘱咐的 我也都嘱咐了 见过侯爷我就回去了 大哥慢走